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感謝你們 那這期要來試玩的是這一款 跟著英雄吧 那應該是有中文的語言啦 那我們進去看看 然後這邊用羅克來跟進 好這邊是 今天是6月24 那6月23好像有一些更新吧 剛剛也有做了一些更新 好 這是公告 那伺服器的話 目前有14格 OK 那先輸入我的名稱 不會打中文啊 可以 突然沒有音樂 那如果你們聽到一些雜音的話就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有開冷氣 那我們先跳過好不好 沒有畫面 然後只有用字幕來帶劇情是不是 感覺是一款國際服的遊戲啦 然後在我們Play商店上面下載的到 那一開始就叫我們抽抽嗎 先抽到這個雷神索爾是不是 索爾 那 現在還是在強制教學 就給他跑一下 反正沒有很難啦 就跟著他做就好了 上陣然後就戰鬥 戰鬥牛 紅綠藍 互客 然後光暗互客 OK 這是閃電是不是 然後這是攻擊順序名嗎 不知道 開始戰鬥了 字幕我就不看了 就用想像的 對啊這是攻擊順序 藍色是我方 紅色是敵方 這好像死了 不是我 騎馬 這個戰鬥音樂的節奏會不會 太有節奏感了 其實我不是很愛這種 有這種 戰鬥音樂 他那個 他叫我召喚者 哈姆 然後有寶箱可以開是不是 先開一下寶箱 決了 賞頁 黑包 然後30片 可以合成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好 趕快趕快 要選一隻是不是 選女的阿寶 好 一路 就讓你選擇30片 30個碎片 然後可以召喚他 召喚一個少女 然後騎著一個雪狼是嗎 誰打哪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捏 我們待會就 找到中文吧 把它改寫 好不好 我們剛不是上升過了嗎 阿 再上升一次阿 好 那這邊兩倍數嗎 然後全自動 看起來是全自動 然後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按鈕是大招 這東西不知道有點沒反應 我現在在1-2 我會放大招 我會放大招 這好像那個 咒斯喔 這個遊戲是 採取那個 一些神話 或是一些神話 一些童話 西方神話或是童話故事吧 好,一隻就可以開寶箱了 這是活躍杜嗎? 星星 啊,可以了吧,教學可以了嗎? 我們來看,英雄的基本狀態 然後升級,這是戰士的意思 OK,我們先改語言吧 語言語言,我來找一下,設定 然後Linguage 好,改成繁中,要重開吧 給它重開一下 那遊戲公告還是英文啦,沒辦法 反正有一點英文程度的人應該還是都能玩 因為玩遊戲嘛,不會太難 看圖,看圖就行了 OK,那這些是他們的一些廣告 好 來吧,我現在LV3是不是 這是我的圖像 媽 換一個吧,換一個女生吧 好,這是我HUM 然後這個是時間寶箱,現在沒有 剛剛有說嘛,寶箱這邊可以打開 然後這個是...知道了 2個小時,59分 線上禮包嗎? 稍微小聲一點 我是怕我的忍氣太大聲了,大家就聽不太清楚了 好,這邊還有1天5個小時 熱門促銷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吧 因為剛剛教學很快 果然是國際服啦 所以說你會看到大家講一些 各個國家的語言 已經文居多吧 然後可能有一些 東南亞的語言 可能也有 這我看不太懂 現在很多手遊都是打著國際服 就是看到很多世界各國的玩家 然後他也許不是一款新遊 就是說他可能只是 剛在台服台灣這邊上線 我們有一個路口會看到這個遊戲 然後下展來玩 然後也可以選擇他的語言 畫質的話不能再修改了 那我現在是用遊客嗎? 既然遊客的話你就要綁定 你就要找到那個綁定帳號 可能你要找一下喔 不然你用遊客帳號遊玩是不保險的 那 一個一個來看吧 這個信箱 日誌 每東西 然後這是 任務 每日探索 應該是每日任務 這個應該是每日任務 然後這個是 挑戰任務 應該是一次性的 這邊有分每日和挑戰 好 然後這個勒 現在是工會喔 進不來 要先加入工會 特別活動 七天先到 好 然後這是 新玩家任務 然後這個 這個應該是抓台幣吧 這應該是抓台幣吧 不太可能美金吧 美金100 3000耶 好像你們想出職人在看就知道 那上面這個紅寶石 應該是要用錢來購買 這是商城啦 商店 然後這是金幣 咦它是扣體力制嗎 現在不是到 這是30天簽到 每週禮包 每月禮包 這裡啦 帳號在這裡 你要你一開始是那些遊客 那你想要關聯的話 就點這個活動 活動之後那邊有一個帳戶關聯 可以用Google還有Facebook 這兩個 然後可以獲得這個獎勵吧 30片 然後可以選擇英雄 我剛剛選了一個女的 好那這收藏應該是圖鑑 不錯是圖鑑 我現在有這個小丑花 塞德納 索爾 比利小子 還有那個孫悟空耶 亞利山莎 歷史名人啦 歷史上的名人 童話故事 神話故事 哥白女這些也有 成績思汗 東西方吧 西遊記也有 鐵山公主 然後這個是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耶 炎火 直接用類型來分類就對了 用鏡子來分類 然後這是套卡 套卡很像拼圖的 我幫他有六張 有兩件套 兩套件 兩套裝 四套裝 六套裝 那背包 我們剛剛看過了嗎 英雄 這邊可以強化 升級 他是法師 這是戰力吧 那我就沒有了 我就這幾隻而已 那升級需要消耗這個 感覺消耗不多耶 可以直接升到滿吧 那等級應該是跟我的等級掛夠吧 也沒有耶 好像沒有說 那我長按就好了 要說長按吧 好沒了 要吃遠 那沒關係 然後這邊是分類 裝備 裝備也可以升級 裝備是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這隻卡牌就是我們看那個 246套劍裝 然後下面有 然後這是所有的 協同效果 可能有所有在的話 防禦率會增加0.5%吧 破防禦率 OK 呃 呃 清大概是這樣 那英雄看完了嗎 商店我們剛剛有看 我覺得這個是台幣啦 因為我現在是用凡鐘 凡鐘 不知道喔 這是我推測的喔 因為美金太誇張了 好副本 副本 副本應該是在掛吧 我剛剛好像掛一隻餓 好就是 現在很多通關冒險 他會做一個放置掛機的一個玩法 那我現在在掛一隻餓吧 然後我要挑戰一隻啥 然後這是我的陣型 然後這些等級沒有升 因為我剛剛 就亂升 變成說所有30等 還有小丑30等 其實他的等級比較低 那我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目前什麼都不能做 我只能看他們的戰鬥 感覺攻擊力差不多耶 即便是他30幾 也沒有說頂強 傷害也是3-400 然後我就做了這個 這個叫做YES 英雄成長的材料 這個就可以升級 然後 這邊可以掛吧 有沒有可以掛 他要跑到一隻山了 剛剛有教學啦 那我就稍微看了一下而已 這邊是我們的套卡沒有嗎 還有陣型都沒有一些加強 所以說你在戰鬥中 什麼事都應該都不能做 你只能在陣 就是 戰鬥前先做好佈陣 然後這些 效果 陣型的效果 只是我現在沒有 這個 這個是關羽是不是 還有蘇晃空 我想說突然怎麼會有那一種 5.0那種 節奏 中西方大亂 大亂鬥吧 那玩法就這樣耶 沒有什麼故事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故事 就是純粹的一直推進關卡 然後 抽卡牌 抽卡牌 抽角色 這個移動還不好玩的耶 我們這邊有一個羅牌 然後就是一個 會一直重複的一個 畫面 有一些玩法啦 你可以來看經濟場 排位啊 副魂啊 巨點戰鬥 公會戰 公會BOSS 你要加入公會 那抽抽勒 看他不是有抽角色嗎 抽角色怎麼不見了 還是說一開始只是先拿來抽一下而已 我覺得是在這裡啦 感覺抽卡牌是祭壇耶 可是要25才可以抽 怪的 奇怪 因為一開始教學的時候是英文的 我就跳很快 沒有認真看 這個不會是VIP吧 階級 不知道 既然是階級 全都是VIP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進來 全部都有 都在這裡 祭壇不能進來 OK 那公會的話 應該還不行 對 我等級太低了 只能慢慢推關卡 就是要慢慢推關卡 然後把這些東西解除 才知道實際上的玩法 我剛剛不是 我剛剛是拿碎片啦 不是抽抽 我剛剛好像是拿碎片 然後合成這隻角色 這邊是主線任務喔 喔這邊是主線任務 這個 這個紅點點應該是主線任務 就是你可以跟著他走 喔跟著他走 他說要強化 我們就強化 沒有一件強化喔 好 完成 怎麼回不去啊 這裡 好 領取 好就是主線任務 這樣你就知道會有一個依據 這個 引導探索 齁 你就不用傻傻的一直在那邊 通關冒險啊 都不知道要幹嘛 副本 他的遊戲冒險叫副本 然後 容易打完 不知道 再打一下 再打看看 這個 沒有人名啊 看不出來他們是誰 頭上沒有名字 他們是10等 哇 還好沒死 哇 有事 快死了 欸我不會集火任務 好 多勝 喔2-1 2-1 好快喔 好2-1過 OK 這有零死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英雄的部分 這個生滿了吧 比例小子 OKOK 25等 那大概是這樣的玩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除了一開始是英雄啊 你自己就把它改成繁衝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影片 你覺得你還有興趣想要來試玩的話 我會把那個遊戲的一些資訊啊 下載的一些連結啊 放在我的那個YouTube下面的欄位裡面 你們再找來下載遊玩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